有总统大选进入倒数第九天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获得娱乐圈名人的相挺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周日晚间在民主党大票仓纽约举行造势集会 请看我们前线记者的报道 好的主播 我现在所在的是纽约的知名地标 麦迪逊花园广场体育馆 现场的容纳两万人 这里已经人生鼎沸 纽约是川普的家乡 但是川普也说 一向投民主党来纽约 或许会因为非法移民和犯罪等问题 在本次大选之中转头给他 川普的这场集会请来了许多重磅级的嘉宾来为他助阵 包括亿万富翁 全世界的首富马斯克 以及众议院的议长强生 以及前福克斯的主持人Cucker Carlson 卡尔斯等 当天 川普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 发表他竞选的最后陈词 有分析认为 川普希望借助这场备受瞩目的集会 帮助推动共和党候选人在纽约国会竞选中的表现 同时也可能为川普在附近的宾州东北部争取到更多支持 前一天周六 川普的行程之一是在宾州州立学院为竞选拉票 他表示 正在向所有美国人传达希望的讯息 川普还对美国巨星歌手碧昂斯 助阵副总统贺锦丽的活动进行了点评 周五晚 碧昂斯亮相休斯顿在现场3万人的注视下 公开为贺锦丽站台 有人认为碧昂斯的第一次政治路面 对于此时贺锦丽的选战至关重要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 尽管碧昂斯是娱乐界人气最旺的女性之一 但名人并不是候选人政治胜利的保证 民调显示 在距离选举日仅剩一周多的时间里 两位候选人在关键摇摆州的支持度仍势均力敌 在接下来的几天 川普和贺锦丽还将马不停蹄地为大选做最后一轮的催票活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陶明 易静 纽约报道